大家都知道像美国这种地方人工都是很贵的 钉钉子把水管钉断了 找了个人报价300美元 咱们看看要是自己动手的话 到底要花多少钱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咱们来到了Home Depot 我做这一行特别是维修自己得心理清楚 因为客人是不懂的 有时候看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房子要花多少钱去修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大的来说就是值不值得买 少的来说就是要花多少钱 我们打开看了水管的原因之后 我们就要来买这个配件 提前必须心里有数 这个管子你要怎么去修怎么去走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接头 有时候把墙打开之后 顺便看看有没有潜在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就一块处理了 挑配件的时候特别讲究 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差个几厘米的配件 然后它的价格都能差几倍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选价格合适的 并且也能把活干了的 你像这个 一个短的一个长的 短的这个54分 长的这个3块6毛4 那我们用短的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用这个长的 这个管子特别便宜 老长的一根才6块钱 我以前家里面有剩的 还有那个粘合剂都有剩的 所以就拿过来就好了 这个是切PVC的这种钳子 这个买一把 然后这个特别好玩 有这种大的 大的就是比较省力的 小的就适合那种伸不进去的地方 你看这个大的一个26 这个小的一个15块9毛2 你猜这两个放到一起 它卖多少钱 咱们看 这里有一个两个在一起的套装 24块9毛8 所以有时候老美这个定价 你不知道它怎么想的 咱们来算算 人家报价300 咱自己弄多少钱 刚才买接配件花了10块钱 然后再加上一个钳子 就算15吧 那就25 我从自己家里再拿了点东西 也就算10块钱 35块钱搞定了 基本上就是它报价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一般都告诉我的客人 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自己动手就好 如果是你 你会采用哪种方式呢 花钱找人 还是自己动手呢 欢迎留言 请行 ARD 请来 cling 钗 钗